王安石变法真的是败在一张图上吗 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偶然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历史变革 变法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 但是变法也得罪了很多权贵的利益 再加上变法执行过程中间 这个政府的机器运转的错误导致了一些弊端 恰恰这个时候发生了天的大汗 大汗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灾民 这些灾民就往各个大城市去 特别是到京城汴京来 这个灾民当时叫做流民 当时京城有一个负责京城警卫的官员叫郑霞 郑霞是个会哗哗的 他就把当时流民进入汴京城的情话 画下来画了一张流民图送给了宋神宗 宋神宗对变法原来是支持的 但是在这过程中他有动摇 特别是这个大汉 许多人说这个大汉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 刚好在这个时候郑霞上了流民图 太后和太皇太后找着宋神宗 互天某类要求罢免新法 所以看到这张流民图以后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废止新法 郑霞在上这个图的时候还曾经说过 只要废止了新法天就会下雨 结果老天还特别巧 废止新法三天以后果然下了一场大雨 所以宋神宗就误以为是王安石变法 得罪了天地所以闹出来大汉 这样王安石变法第一次变法就这样失败了 所以王安石就出现了第一次霸象 这个霸象是各种因素造成的 郑霞的流民图是压垮王安石变法的最后一个砝码 但绝不是这一张图导致变法的失败